學者說,中國疫情與以前不同 捲入惡族遺跡案,牛騰宇疑似被落毒 三鞋補貼無法領取,尋常人遠離夢想 進攻阿夫地伊夫卡,俄軍遇到最嚴重損失 英國首相新衛城宣布取消和希臘守魯會議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章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28日 提提大家,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之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面這個地方,歡迎大家多多支持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近日中國多地RSV、流感、子源體肺炎等呼吸道傳染病 出現爆炸式的增長趨勢 好像返回到去年冬天疫情嚴重時期的緊張局面 環兒中兒童數目龐大 目前已經有患病兒童因病去世的案例 中共政府被迫增加發燒門診的數量以應對目前的嚴峻情況 美國Politico雜誌指出 世界衛生組織上星期要求中國提供有關 兒童聚集性肺炎報告的信息 令世界想起了接近4年前大流行的開始 世界衛生組織一名官員表示 中國目前遭受過呼吸道疾病 外界發現最近沒有新的或不尋常的病原體 包括中外媒體都提到中國這一波的疫情 是在經歷一次免疫債 Immunity Gap 即免疫差 意思即是當呼吸道病原體得到一段時間休息時 你所在國家的容易感染人群數量就會增加 然後就會爆發大規模的疫情 學者認為 這個對身在中國以外的人沒有任何影響 也有批評者指出 免疫債的說法並不完全合適 中國目前出現的情況 無法用這樣一個詞就簡單代替 同時也有人士將這次疫情譴責為解封後果 等等給出多種原因 但是都莫充一時 微信公眾號缺經認為 西方國家當時根據疫情波折管控時鬆時緊 而中國幾乎整整三年 而現在 疫情已經變得防不勝防 自我防護效果也已經大打折扣 同時 由疫情創生 在國內網路泛南城災的二陽三陽 陽康這類措辭 下意識將這種疫情滑稽化 使人輕視這些問題 這樣做好不正常 令人作嘔 現在 各地醫院人們違反 小學停課 有大陸民眾反映 已經有多例去世病例 全部都是感冒引發心機梗塞去世甲 11月26日 網絡消息 大陸前媒體人趙蘭健指出 廣東東館曼江第二小學一年級八班 有三分之一學生出現流感發熱症狀 認曼江疾控中心要求 全部學生暫停上課4天 11月24日 浙江潮興路信小學校教育集團發出停課通知表示 23日有班級班主任報告 班中多名學生存在發熱現象 陸續有學生因發熱請假 據X平台流傳的信息顯示 北京兒童醫院湧入家長帶著子女求診的人潮 江疾等艷血的號碼已經叫到2803日 而之前有585位正在等候 這波疫情最先是兒童受到較大影響 但近日開始在成人中爆發 並且已經出現了去世病例 不過 和以往不同的是 目前披露出來的案例大多都是感冒引發心機梗塞 27日 日河南高校老師向新唐人表示 10月份她的3個同事去世了 我們單位10月17日、18日、19日 連續3天去世了3個人 都是男士 一個是93歲 這個就不要說了 另一個是43歲 9月份感冒了 去了醫院以後就昏迷了 說是心機梗塞 住了45日院 最後還是走了 還有一個是今年4月剛剛過60歲 才體檢過心臟疫幾好 去了醫院就突然昏迷 就心機梗塞 沒有什麼基礎病啊 到底是什麼引起心機梗塞的呢 不會告訴你 23日小紅書一篇貼文說 一個年輕生命心機梗塞 一場感冒沒了命 發病僅4天 ICU一天就沒有了 中共當局對外宣稱 導致這波大面積感染的疫情為流感疫情 資源體肺炎 將新冠病毒排除在外 以防止外界對其再度發出限制令 中國對新冠疫情缺乏透明度 而Politico引述美國公共衛生專家言論指出 外界看到的不是新的傳染病 而是舊的傳染病捲土重來 這是流感、資源體、腺病毒和一些新冠病毒 在中國範圍引發的疫情 自然雜誌發出疑問說 中國神秘的肺炎浪潮背後是什麼? 而澳洲雪尼新南威爾士大學 呼吸萊科醫師占金斯表示 冬季病例激增始終是一個挑戰 他認為即使封鎖了那麼長時間 中國仍然出現那麼嚴重的病例 所以中國目前的情況和針對COVID-19非常不同 外界必須保持謹慎 因為捲入中共黨魁習近平女兒 習名習個人資料洩漏的惡族遺跡案 少年電腦天才牛騰宇被陷害系主犯重判14年 近日視像通話 他在回見母親可可的時候 突然表現出精神失常 令可可陷入崩潰 27日可可得到消息 牛騰宇受到包夾在水中落毒 他認為 可能是廣東警方擔憂他們的罪惡敗路 所以落這樣的毒手 可可今日向本台記者表示 11月24日視像通話會見牛騰宇 發現牛騰宇竟然精神失常 這令可可幾乎崩潰、病倒在床 於是只能托親戚 前往廣東四會監獄探望牛騰宇 今天早上可可得到消息 牛騰宇目前形神智不清 認不到親人 從他斷斷續續的講述中 這個親戚聽出他是被包夾落毒 他在中毒之後 他就成了那種有時清醒有時糊塗的狀態 牛騰宇見了他就是胡言亂語 說了一堆話 但是他表述的意思 他說頭暈惡心 他陸陸陸續續說中毒 水入面落毒 他說有兩個什麼魔鬼 就是跟他包夾住在一齊 有一個跟他在飲水機落毒 然後他說 就24號那個女的 即是可可 見完我之後 包夾就不見了 他說魔鬼不見了 可可介紹 在外界輿論的壓力之下 之前警方把牛騰宇和兩個包夾單獨關押 10月底 可可曾經到廣東監獄探望牛騰宇 當時他的狀況還很好 這次南下廣東 是為了跟兒子核對 曾被警察搶走的銀行卡中存款的數額 他清楚記得其中一張卡裡面存有13萬 但是拿回卡之後發現存款清空 結果可可提議的會面 被公安推遲 最終24號才會面 可可表示 這次會面還有一個異常之處 以往會見的前一天 警方都會打電話確認提醒 這次就沒有 他跟對接的警察打電話 對方也不接 後來是打到對接警察旁邊辦公室 接電話的人才將對接警察叫來通話 我心裡有一種不太好的預感 到第二天會見 沒想到出現在屏幕上的兒子就不認識我了 他每次第一句話就是媽媽 面大微笑 他不認識我了 他瞪著眼看著我 也不知我是誰 我說你還好嗎? 他就開始回言亂語 然後他就表述有人害他 一個戴眼鏡的就是那個獄警 就把這個視像通話截斷了 不讓他說 兒子指著他 一直指著他 瞪著眼指 那肯定就是他在害他了 他沒有表述完 視像通話只有5分鐘 今天這個親戚會見了半個小時 所以表述得很清楚 可可認為 牛騰宇遭此毒手 除了涉事警察帕斯坦銀行卡中的淺敗路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茂名中級法院立案 並且承諾明年1月前再審牛騰宇的案件 還答應會給書面結果 這裏中間肯定有些人是同意放人的 因為我上次去了廣東之後 我回來他們就釋放了張音瑞 張音瑞是該案件中 被判刑期僅少於牛騰宇的黑龍江青年 他被判了5年 可可說 警方曾經聲稱 涉及該案的年輕人被定為黑惡勢力 一天都不能夠減認 但沒多久之前 警方就提前9個月釋放了張音瑞 我想釋放了他 可能就是要被牛騰宇減刑 覺得是個好消息 我也看到了希望 我回來之後就比較高興 沒想到他們中間搞鬼 肯定當初有些收了顧家錢的那些人 他是不想被牛騰宇出來的 可可提到的顧家 是指惡族維基上海站長顧楊洋家 據悉 顧楊洋曾短暫被捕 獲釋後被家人立即送往境外 可可向本台表示 顧家他是屬於同源上海公安局局長 龔道安 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他們一夥夾 他不想被牛騰宇出來 因為當初就是他們操作判牛騰宇14年 自媒體人李燕銘曾指出 中共政法系統長期被中共江澤民集團操控 辦理國族維基案的廣東茂名警方 曾多次針對習近平搞局 被質疑是該案幕後操控者的 前中共廣東省副省長、公安廳廳長李春生 在2022年12月落馬被查 目前看來似乎雖然頭目已經落馬 但參與炮製冤案的警方人員仍在作惡 可可表示 由於孩子精神失常 他準備下個星期跟律師一起前往廣東 幫牛騰宇申請保外就醫 律師說符合保外就醫條件 要求他立即放任 他就說給你減刑 比如他給你減成這裡坐了4年 他就減成5年 這一年之內他要害你 他還會害你 我們就需要要求馬上出來 必須出來 在裡面我一天都不會放心的 現在立即治療 否則的話 誰知道他們哪一天要落 這個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 27日 關於中共政府虛假生育寶座的消息引發網友關注 有河南鄭州網友指出 中共政府答應的生三孩獎勵 根本就無法領取 有微信公眾號發起調查 發現確有這樣的事情 河南商報報道 9月1日起根據市政府生育政策 全面啟動 鄭州市的一孩、兩孩、三孩及以上家庭 分別獎勵2,000元、5,000元和1萬5,000元 以促進人口長期增長 幼兒3歲前 夫妻每年隔享10天獄嬰假 屢職完產假可以申請至一年 不過有三孩家庭去詢問當地社區時 就領不到這筆錢 民眾被各個單位找藉口推托 公眾號封聲アピーナ指出 有人向街道辦申請補貼 街道辦說有這個政策 但是沒有這筆錢 還要等通知 文樂湖的派出所 派出所說自己只負責上戶口 打市長熱線 回覆說轉給衛健委真正的職能部門 衛健委回覆 還要等實施細節出台 還有人在單位申請產假和獄嬰假 這個單位的回覆更絕 這是市中的政策 我們是軟城小單位和我們無關 就好像這個軟城不屬於鄭州市管轄的 Opinion 說 或者這個單位還可以這樣說 文件只說提出申請 沒說必須批准 這樣單位不同意就沒事了 有關消息引發民眾憤慨 之前的政策明顯是說 只要生孩子就給錢 但是生了孩子的家庭 這筆錢就拿不到 簡直說不過去 這裏反映出中國地方政府財政面臨的危機 令其補貼政策無法維繫 也是在同一時間 中國網友也關注更多民生問題 在這個之前 河南鄭州亮亮麗君夫婦 紀錄南美樓房產的事件 引發各界關注 在最近 因為南美樓維權被勾打的夫婦兩人 突然宣布他們將離開鄭州返回老家 放棄了在鄭州定居的夢想 2022年7月 娘娘麗君夫婦貸款102萬個房屋停工 新房屋變成南美樓 兩年之後 在一次維權受到勾打之後 兩人疑似受到巨大壓力 被迫回到老家的日子 短短兩年時間 大家見證了這對夫婦的經歷 從眼中有光到眼中有淚 最終又是面上有傷 被迫返鄉 有網友評論說 這些就是鄭州人才 引進宣傳片之 我們屈服立 小兩口買了一套房屋 結果毀了整個生活 雖然有人嘲諷他們是非常精準的 成為了步步踩雷 步步被割的標準韭菜 但他們確實是在逆境中生存 卻任勞任怨 懷喘夢想 不斷向上攀爬的那些中國年輕人的寫照 而在當今社會 這樣的年輕人比任何時候都更遠離夢想 英國國防情報告27日發出報告稱 過去6星期中,俄軍在烏克蘭的損失 達到了全面入侵以來的最高水平 報告引述烏克蘭的統計說 由於進攻阿夫地伊夫卡 11月,俄軍平均每天損失931名士兵 烏克蘭武裝部隊 地面部隊斯林西爾斯基上將表示 自從11月初以來 俄軍在霍爾地策作戰戰略地區 損失了將近9000名人員 和1002套軍事裝備 之前,俄軍在2023年3月遇到最慘重損失 平均每天被烏克蘭消滅了776名軍事人員 這發生在俄羅斯向巴克穆特推進的高峰期 英國情報部門解釋說 這些情報無法獲得確鑿的獨立證實 但數字似乎是可信的 而烏克蘭國防部長烏梅羅夫 11月22日表示 過去6星期中,俄羅斯在烏克蘭 減少了36000名軍事人員 包括雙元和陣亡人數 這個數字包括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人員損失 也在最近,愛沙尼亞作戰事務部副參謀長馬克尚教報告說 一個月內,俄羅斯在克爾松州地裂伯河東岸 損失了3500名佔領士兵 烏克蘭在當地獲得更多優勢 由於俄國在東岸的能力削弱 俄軍發現當地的地面通訊變得脆弱 俄羅斯軍事布洛克11月26日聲稱 俄羅斯第70摩托化部兵師也是新組成的第18集團軍人員 經常寫信普怨克林基附近 克爾松州東岸後勤的脆弱性 同時,部隊遇到部隊協調困難 連同迎級指揮官出現疏忽,造成軍事困境 戰爭研究所先前通報表示 俄羅斯軍事布洛克多次普怨克林基附近的俄羅斯軍隊 存在火力支援、部隊協調、電子戰 反炮兵和防空不足等問題 導致俄軍在當地處於劣勢 27日,英國首相新偉城和希臘總理之間的會面突然被取消 原因是有關歸雲帕特龍神廟大理石雕塑的爭執 這些大理石雕塑收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 兩國都聲稱自己擁有這些藝術品 兩國會議原定在28日中午舉行 一位不著名英國保守黨人士表示 由於對之前發生的歷史事件的評論 會議不可能繼續進行 兩國出現爭執的領域在於埃爾金大理石雕塑 這些是帕特龍神廟雕塑中最精華的部分 目前位於在大英博物館中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辦公室 27日晚間發出聲明表示不滿 米佐塔基斯說 希臘在帕特龍神殿雕塑問題上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 我希望有機會與英國同行討論這些問題 以及國際局勢的主要挑戰 包括加沙、烏克蘭氣候危機、移民 據悉,在十九世紀初,英國外交官拿到 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希臘當局許可 可以從帕特龍神廟中拆除並運走一批雕塑 並且將他們送入大英博物館 由1980年代起 希臘一直通過外交等渠道追討這批民民 米佐塔基斯任職期間 曾提議可以將希臘一些珍寶借給大英博物館 以緩回奧爾金大里石雕塑 而英國政府堅稱 這些工藝品並非戰爭掠奪 而是合法途徑莫德 並以希臘缺乏存放雕塑的安全條件為由 拒絕歸還 在26日,米佐塔基斯在BBC採訪中表示 如果我告訴你,你會將蒙羅麗莎切成兩半 一半放在羅浮宮,一半放在大英博物館 你認為你的觀眾會欣賞這幅畫的美麗嗎? 希臘總理在星期一 11月27日的聲明中說 那些相信自己立場的人 不應該害怕聽到相反的觀點 一位希臘高級消息人士說 希臘總理的言論反映了當局在該問題上的固定立場 並補充說無論如何,此事與英國政府無關 而是與大英博物館有關 這一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